奈特应该是指的 奈特是指的 弗兰H.奈特 1885年到 1972年去世 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20世纪的最出名的 搞经济的 任教于芝加德哥大学 有名的著作是经济组织 和自由与改革 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论文集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说了句什么话呢 这位家伙啊 这位大思想家 在这里了 这个我还是到 这个 神奇的一个地方 找到他的图像 很可惜没有他的图像 他说啊 决定一个人富有的三个条件 出身 运气 还有努力 努力 是最不 微不足道的了 这是奈特说的 可能奈特是一个左派 一个经济学家 思想家 因此他可能是批评 批评这个 这个社会固化吧 就是这个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圣来会打动 不时的爸爸当总统 不时还当总统 也个人是这样 那如果他是在 他这句话就是针对的这个东西 那这句话的力量还是挺好的 挺对的 如果这句话是针对我 那就惨了 那又死悄悄了 是吧 或者是这样说 如果这句话呢 是奈特呢 挂上门 来跟我说 哎 他说呀 这个 你想富有吧 你想有钱吧 第一得靠出身 第二靠运气 第三得靠努力 但努力也没什么用 如果我信了奈特的这句话 我就惨了 是吧 我就傻了 我就残废了 但是如果推开门 他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推开门 向外面说 说我 这个主播为什么又穷 又被催 就是因为 他出身不好 我们都要解决人人平等 这个事 就是因为他机会不好 我们要解决 给他努力创造机会 就业了 教育了 都是创造机会 你教育就开始形成人脉吗 就业也形成 又一次形成人脉呀 这个就非常好 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推开门 和关上门 就完全不同 这个东西的效果 是吧 如果把这个玩意儿 给用颠倒了 那就不是说 是零分的问题了 那可能是个负分的问题 我们看一些 有作为的 厉害的人 比如说 马斯克啦 这个 乔布斯啦 现在又出来的新贵 黄 黄什么 黄仁勋呢 我老想想起来 黄是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黄是人啦 黄炎勋啦 这些个人 他和别人说 我运气好 我很幸运 是吧 我被这个幸运的 这个机遇照顾了 我被这个 上帝给选中了而已 我运气好而已 他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 克制自己的狂妄 克制自己的 这个优越感 克制自己呢 比别人高 这个东西 哎呀 我很幸运 实际上 又不是这样 实际上 到现在说呢 马斯克还睡在 工厂的车间了 让我看 这个人就是个神经病 也没家 也不回家 当然这都是传说了 真的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了 实际上 这些人是很努力的 是吧 不努力是什么也没有的 是吧 这句话去批评 那些个搞垄断的 批评 四号 是吧 我们东边的批评 三号四号 批评他 太好了 太绝佳 这句话 除此以外呢 就是对自己的批评 警醒自己的 也可以说 越自由的人 越有自由意志的人 他自己谦虚 说我运气好 实际上是人家 凭个人努力 是吧 甚至我们一个 美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就应该 把资源 倾向于这些个人 而不是倾向于 不努力的人 是吧 那不努力 那就坏嘛 当然不知道 是在什么场景下说 是吧 你看我们语言 是很妙的 不努力 有各种各样的状态 所谓的不努力 是吧 不知道是指哪种状态 你比如说这个 据传说了 那个思想家 还是那个 犬儒派的创始人 狄格尼奥 是不是这样 也许我说的不准 那别人看起来 他就是不努力的一个人 完全不努力 是 你用一个 或者就用这样一个比喻 就是一个星星 看到一个人类 拿着金条 就觉得 他拿着个没用的东西 是吧 那你这个 不能理解 狄格尼奥的思想 系统 那你就觉得 他是个美容的东西 是吧 他是一个不努力的人 一个奴隶来批评 这个狄格尼奥 他当然是比较片面的了 所以说这个不努力 也有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 在一个美好的社会 一个美好的人 身上发生的事 恰恰这种努力 他就是要走进自由意志 人为自由而活 这反而变成非常重要的 那个财富 那些个东西 反而变成了附属的了 不重要 这个努力反正变成 生命的核心的东西 甚至是唯一的一个东西 我喜欢这个东西 假如有一天 大家做好我的视频 给我打赏 我一天都可以 有一百块钱的收入了 是吧 我都飘了 我要骄傲了 我就要用这句话来 自我谦虚 哎呀 说我运气好啊 说我出身好啊 是吧 这个 上代人是农民 上上代人还是农民 穷得叮当响啊 贫农嘛 贫农不就是最 最高尚的阶层吗 出身好啊 所以说我现在一天 可以有一百块钱被打赏 证明什么 证明我运气好啊 努力没有意义啊 努力这个不重要啊 这句话呢 就是为了治疗自己 别飘啊 别狂妄啊 别自由意志 别自由意志挑衅造物主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好像还是有点 有点意思的 除此之外 这句话可能要害人的 谢谢大家